大家好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股市今天周一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个 我想到一个话题 就是究竟我们应该买股票 买那些低估值的 还是买那些高估值的股票 因为今天我在一个雪球的群里面 就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 就有些投资人 他就比较喜欢那些低估值的 所谓的低估值 大家都是觉得是那种低市盈率 低市净率的股票 那我自己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我先讲一下我以前 20062007年刚进股市的时候 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你一个股民刚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一开始是听朋友推荐 听朋友推荐 或者说是看电视炒股 你就会什么都不懂 会乱买 这是第一步 包括你买基金也是 我记得我第一支买的基金 是银行员工推荐我的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好坏 我就随便买了1000块试一下 是洛安基金的 我还记得是 后来我还买了华宝星夜基金 然后呢 就因为07年过后 08年就跌下来就赔了嘛 赔了之后呢 就反思自己 哎呀 这以前这样听朋友 这乱吵不对 所以呢 就想学一下所谓的巴菲特价值投资 然后后来就发现哦 原来巴菲特是要买那种有价值的股票 然后呢 市场上面大家都说哎呀 那些什么 呃 银行啊 什么低估值的什么钢铁啊之类的 后来呢 就听着就买了一些低估值的股票 后来是买了什么股呢 我告诉告诉你们 就是我后来买了一些百货公司的股票 还有呃买了一个我最记得的股票 就叫做张玉 然后当时呢 买这个张玉这个股票呢 呃 我还是买的B股 那时候市盈率很低 呃 估值也很低 呃 分红也不错 呃 还有什么股啊 我想一下 还有什么长安B 那时候很早期 也是买过的 呃 也是很估值很低 然后后来呢 就有一些估值低的股票就涨起来了 呃 我买了12年的时候买了一个叫白云机场 那时候是很便宜 呃 也没什么人关注 那时候白云机场就5块钱 2012年的时候 后来就涨到今天也有个好几倍空间了吧 然后还有个招商银行 那时候也买了 拿到现在也是赚了 但是这个低估值股票 他有个问题就是 他有一些股票 他是因为有问题 他才低估值的 你像这个张玉 还有当年的长安汽车 你看上去是只有几倍市盈率 但后来他公司的业绩下降了 然后慢慢就一蹶不振 如果你在12年买了张玉 拿到现在的话 你现在还是套很深的 你也没办法解套 后来我就自己就反思 哇 是不是这种买这种低估值的风险 反而更大 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想一想 我买四只股票 都是低估值 有两只涨了 然后呢 有两只是亏了 而且让我割肉 还好我割肉了 不割肉 现在亏更多 然后我赚的那两只呢 其实赚的和那个两个亏的 叠在一起呢 我发现其实也 没有说赚太多 如果按照当时那个买入相比的话 就当时买的钱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 就是一个 就你想一下这个低估值股票 究竟他值不值得投呢 我觉得就紧凭是低估值 是不值得投的 因为你低估 你 你无非是想赚一个低估到回归 这个合理估值的这个过程 对吧 我假设你买个银行 或者是以前买了百货公司吧 那时候买可能就 十一二倍市盈率 因为他高位 中高位的时候 有个二十倍市盈率 因为历史上能看到吗 所以呢 当时买了就打算 我十几倍市盈率买 他回到二十倍市盈率 那我不就赚了百分之七八十吗 对吧 但呢 你想一下 你这个空间其实是看到了 就只有百分之七八十 就不高了这个获利空间 你包括是银行股也好 如果你这个公司 未来的前景不是很好的话 他由这个低估走回这个估值 中等正常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有很大压力的 一般是什么时候 会让这些低估的股票涨起来呢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就怎么说 就资金多了 资金多的时候了 大家觉得以前那些 好的公司股票相对比较高了 比如说现在茅台海天涨的特别高了 那些新进来的资金呢 他不想抬轿 他就想在低位那些做一些短差 炒一下那些低位的股票 看上去市盈率比较低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呢 就资金很多的时候呢 就会容易炒一下这些低估值的 其实不光是这种低估值的 那些跌了很多年 很烂的那种基本面的公司呢 在钱比较多的时候 他们涨幅会特别快 你像最近涨的那个神广集团 其实都是很烂的 对吧 就跌了很多年神广集团 你看他涨了一涨就涨 可能涨一倍 还有一些什么宝通科技 这个还好一点 反正都是涨得很快的 在底部起来 就以前都没什么关注 就是因为那些三七户鱼啊 什么完美世界涨了一波 涨到天上了 然后大家就去找一下 有什么还没涨了 在低位 然后那些低市盈率的也涨一下 但是从这几年了 就我发现从着我们中国股市 这几年外资进来之后 我们这个市场的有效性 就已经是提高了很多 我在这里插讲一个 什么叫有效性 有效性就是说这个公司 目前的股价对应它的基本面 是不是匹配的 这就叫有效性 就比如说港股有个公司叫李宁 李宁这个公司就有效性很高 你看李宁的K线图拉开看一下 它在前几年的那个位置是很低的 为什么很低呢 是因为李宁他以前经营的不好 那时候是一个垃圾股 所以他的股价就很低 然后到最近这两年 他经营的非常好 他已经变成了我们国民一个比较追捧的一个国民品牌 而且也卖的不错 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他现在就变成了新一代篮球了 但你看他现在的股价已经涨起来了 他是完全是跟着他的基本面去跑的 他并没有说李宁已经经营表现的越来越好了 但股价还在低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所以李宁这个股票就是一个有有效性很强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做股票想着通过买低估值 然后等他回到正常不低估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找到的 因为当市场上的机构研究员越来越多 包括这些外资QFII 包括社保基金养老基金 还有以后那些外国券商也进来跟你炒一把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定价就非常的精准 我不说是100% 他起码不会差别太多 就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业绩一出来公布一个利好 他马上就高开 就把那个股价给涨到他应该在的那个位置 你知道吗 美国就经常这样 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业绩一输了 当天就高开 然后就可能涨百分之十几 或者说涨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 他不会说给你你业绩很好 我慢慢一天一天滴滴滴滴滴涨上去 然后给你慢慢建仓 美股没有这回事的 美股你只能够买进去 你就赌他未来 你不能够说我今天买是因为觉得他便宜买 美股是没有这回事的 这真的几乎没有了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起码大部分时间你都看不到 你包括我在想举一个例子 你包括银行股 你像招商银行宁波银行 我再对比一下交通银行 你看一下交通银行去年没怎么涨 北京银行去年也没怎么涨 然后你再看过去12年 交通银行的股价还没有回到2007年的高位 然后我们看到 然后我们看到宁波银行 招商银行已经离2007年的高位 可能涨了快一倍了 宁波银行更加不用讲 已经涨了很多了 但然后你再拉开他们两个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看一下 原来宁波银行的营业收入是翻了十几倍 但交通银行没有翻这么多倍 所以就宁波银行它的上涨并不是因为大家吵 而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比同行跑了更快 导致它的股价有很多资金去追逐它 就大家其实是跟着它基本面去跑的 我们平时不要觉得这个股票每天涨跌 其实它长期这个公司的股价是基本上吻合它的基本面的 它顶多就是在50%以内波动 就比如说市净率一倍到两倍之间 它一般来说都是在1.5左右 那个均衡点 然后有时候它可能业绩比较好 它可能会更加追捧一下 但基本上你说去买一个低估的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策略 而且如果你去那些做量化的网站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些做量化策略的网站 你去测试一下 是不是这种做现实低适应率的策略就能够赚很多了 我告诉你 以前大概可能1314年以前 这个策略是挺好的 因为那时候都是散户在交易 所以也没有什么估值体系 对 就刚刚就回应了我刚说的 为什么12年白云机场市净率只有一倍 后来没有了 你看哪怕是16年 我记得白云机场市净率也有1.2倍 没有跌破一倍了 以前12年只有一倍 这太便宜了 16年我记得好像最低跌到1.5或1.4 18年因为业绩不好 跌到1.3 1.2 反正就是这个公司 它不会像以前那样估值这么偏差这么大了 以前07年的时候非常的高估 然后到08年12年的时候又非常的低估 我非常记得12年那年的 那些股票都便宜的不行 那年我记得有段时间 我忘了1214吧 宁波银行的市净率1.0倍 后来就没有出现过了 后来它都不会回到1倍了 好公司都很少说这么便宜 反正今天就给大家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 反正大家就做股票 不要盲目的相信这种低估值的 你要想一下这个低估值 是不是这个公司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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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ком 我 搁 同 谢谢大家